哈喽大家好我是成德 我们今天呢 要来玩的这款游戏叫做 赛亚之魂舞蹈传 那我们今天呢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必培养的T0神角 也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游戏的礼貌讯号 顺便呢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游戏的玩法 那我们首先呢 推荐的第一只 第一只角色 OK来到这个图鉴这边 那我们首先呢 可以拉到最下面 那其实呢 就是我们这一个 手除会送的我们的这一只角色了 那就是我们这个SSG 这个孙悟空哦 他定位呢 是这个神之力量爆裂的输出 他的每个技能的几乎 都可以让这个他所造成的伤害 他变成这个生命值哦 并且呢 他这个觉醒之后 可以让他这个无视伤害减免 而且他这个一般的技能攻击 也可以对敌方造成晕眩 还可以提升自身大量的吸血率哦 让自己的血量基本上高他的伤害 就可以把它维持在一个非常高的水准 并且增加他自身的这个生存能力啊 而且只要他的生命值低于一定的百分比 他就可以这个对敌方造成更多的这个伤害 还会附加这个很多的负面效果 并且攻击同个目标越多次 那所造成的伤害会越高哦 那这只角色的话就可以蛮推荐你们 可以集中资源培养哦 基本上到后面的话就可以实现这个1打6的情形了 那这只角色呢在我们手足 这边也就可以直接获得哦 那其他的另外一只角色也是一样是这个SSG哦 不过的话他是属于这个坦克角啊 那就是我们的SSG达尔 那他呢就可以跟我们这个孙悟空有一个缘分存在哦 可以增加我们孙悟空的25%的生命值 并且呢他这些其他的这个觉醒 也可以提高他自身还蛮多的这个伤害减免的效果 也可以当前排一个坦克啊 所以重点呢是可以吸取提放陆细子哦 充当一个类似辅助的角色存在 那大概呢就是这两只哦 这两只的话应该也算是各位玩家比较能够Lose 比较能够容易入手的啊 不然的话你看像其他角色其实 这个说明都是相当可怕的啊 以这个维斯为例哦 那他呢可以有这个两个可以 他可以选择两名角色当成他的徒弟啊 然后并且呢可以为他们这个增加他的伤害 然后增加他们免伤哦 也只要他们有这个效果被打到 那么维斯呢就可以获得怒气值哦 并且来可以让他自身所有造成伤害 并转化20%为自身的这个生命值哦 然后其他这个能量光速也可以恢复这个大量的怒气 并且可以帮这个弟子恢复怒气值啊 相当恐怖的一个这个充电宝 然后其他这个破坏的序曲 然后直接对敌方权底造成高的伤害 还可以提升自身的伤害免伤哦 超级猛的一个神角 那大概呢这个角色的强度 可以看一下右上方的这个姿势哦 那姿势越高的话 那这个角色强度就越高 像我们这个维斯的话是精神15啊 那刚刚推荐的这些SSG角色哦 我们SSG这个14还算可以啊 那比较低的话就可以看一下 我们这个新手送的这个克林哦 然后这个孙悟空其实也是直接送的就有13哦 所以说14应该是还蛮容易取的啊 好那我们接下来来跟各位玩家分享一下这个游戏的礼包学号 那对话呢我们就先点左上角这个人物头像 那接着呢可以点这个系统设置 那在系统设置推送设置旁边这边就有这个启动嘛 那么可以点进来 那么这边的话可以输入礼包嘛 好那首先输入第一个这个db 然后接下来是666db3个6 好那我们可以按确认 这边的话就会显示断软成功哦 那接下来下一个是dbdb 888db3个8 然后一样是可以断软成功 然后接下来的话是我们的这个db 2022db202 好那这样的话也是可以领取成功哦 那以上就是这个游戏的礼包嘛 那有帮助到你们的话可以帮忙点个看 或是点个订阅哦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他送的这些什么 角色送了什么一些福利 这个主题活动奖励哦 送了还蛮多的这个类似钻石还有金条 然后主题活动奖励 这边的话还有这个 4000月达成奖励哦 这边就直接送你一个这个角色 然后10万 然后这边达成奖励 我们直接全部进行离学 接受我们这个人造人18号啊 还有这个缘分集火 造成全品的这个 云木的伤害 还有其他这些开局的活动福利 我们接着来看一下能不能够 召唤几只角色给大家看看啊 来这边有个龙石召唤 先购买一个 好还是会抽到这个一些道具 强化药具强化道具 那么我可以购买一下 现在开局这时间抽哦 他能够抽到什么角色 好这边抽到一个超赛三顺悟空 那资质的话是13哦 SSG 再来是3S的这个阿拉雷 又解锁这个羁绊哦 好那再来十次就没办法了 来看单凑能不能够出奇迹啊 这种游戏单凑也是蛮容易出高薪角色 这个是一个这个碎片啦 哦又是这个碎片哦 强化药剂 蜡盾豆腐 感觉抽到都是一些奇迹怪怪的东西 好又抽这个魔人普 那这只角色的话 其实也是一个还蛮不错的坦克 刚刚好像没有介绍到 还有这个复活的技能 他的超细胞再生啊 可以恢复一定的生命力 并且可以继承50%的怒气质 还是挺不错的 那么给各位玩家看一下 他们的这游戏的战斗模式哦 先调整一下这个阵型了 刚刚抽到角色上针上去 好啊我们就拿这一关来做一个示范 战斗画面就是长这个样子 你可以先点选一个 然后会有这个连击 然后这个圈圈 拖到最中间 可以点一下 然后我们这些其他角色就会负责 继续上线进行进攻哦 你可以这个使用一下他们的技能 用这个完美 好那这样就轻松也觉得这一关哦 还有我们的阿拉雷啊 三人 三个星顺利通关 那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哦 然后我们最后呢给各位玩家看一下这个 游戏的新手登陆福利啊 就是我们的魔化达尔第一天就送 然后其他的话每天登陆都会送我们这个 四星动作 可以兑换我们的一些道具 然后接下来的话是我们的福利 福利这里的话只有两个哦 分别是月卡还有我们的自尊月卡 那再来的话是MIP礼包 这里的话是可以购买一下 只要升到MIP1就可以直接拿哦 所以说如果你有守处的话 应该就可以蛮快把我们这个 孙空升到还蛮高等的哦 再来的话是我们的活动 活动的话这里就是我们刚刚 拿到这些星龙主就可以来兑换这些角色哦 然后给各位看一下有些达尔还有加倍 以及一些其他游戏的资源哦 奖励 我们有这个人造人 点点到 可能可以拿这些钥匙去开一下宝箱啊 然后是处置的处置的 然后最后就是我们的千道 有些归先人 然后最后限时战令 主线任务 然后我们这些特殊任务奖励 好吧 那么以上就是我们的赛亚之魂 武道传的最强贴灵角色推荐介绍 还有新手可用的兑换礼宝马序号 分享就差不多拍到这边哦 等下部影片再见 大家拜拜